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意大利国宝籍建筑师Renzopiano的杭州天幕里和英国伦敦的中央圣吉尔斯 那么本期就来看看另一位普利茨克奖得主 英籍伊拉克裔建筑师Zaha Hadi在中国的首个汉化作品 广州大剧院 2010年建成的广州大剧院是Zaha Hadi建筑事务所在中国的首个落成作品 设计灵感源自自然景观 寓意一对被江水冲刷形成的历史 建筑流线型的轮廓线条沿袭了Zaha一贯追求的自由与浪漫 将周围的文化建筑与广州珠江新城的国际金融塔楼统一起来 1800座的观众厅是各剧院的心脏 设计以非对称 不规则但体型均衡的多边形平面为概念 塑造了一个整体均衡 空间流动 赋予节奏感的艺术厅堂 比广州大剧院晚三年建成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同样是Zaha的文化建筑代表作之一 作为苏联的一部分 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城市与建筑一直受到那一时期规划的影响 1991年独立之后 阿塞拜疆开始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的建设 希望走出苏联主义的影响 2007年 塞阿哈迪被任命为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的总建筑师 当地政府希望能够将这座文化中心设计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代表性建筑 脱离纪念碑式的苏联建筑形式 设计在建筑四周的广场与室内之间建立了一种连续而流动的关系 广场作为地面的一部分 与巴库的城市网络直接联系在一起 地面逐渐升起 为合成公共的室内空间 对比广州大剧院与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两大艺术中心的造型都采用了扎哈惯用的参数曲面设计 并搭配照明系统 将室内 建筑 景观 和城市串联起来 前者的过渡体现在元素和楼层之间 而后者 为了使参观者体验室内空间的流动性 数项的结构被包裹在木墙系统中 营造出大尺度的无助空间 此外 两大艺术中心的特殊表面集合 均促成了非常规的结构方案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引入曲折柱 实现从地面丝滑顺转到西侧立面的建筑表情 设计更针对表面的集合形状 做了大量的研究 以保持建筑和景观的连续性 而广州大剧院则有64个面 41个转角和104条棱线组成 用了大小形状各异的5000多片玻璃和75000块石板 这颇具动态美感的造型 当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施工技术的不足和后期维护的缺失 使如今的广州大剧院略显粗糙 从1983年以香港山顶俱乐部一战成名 到1993年在莱茵河畔建成的首个项目 维特拉消防站 再到2013年广州大剧院与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先后落成 无论是明星建筑师也好 地标型建筑也罢 甚至是造型大于实用等评价 作品的好坏美丑见仁见智 而杂哈的一生一直都在与世界抗衡 或观点或视角或设计或身份